186 《經濟日報》 從創業引領、整合專業資源方面 提升初創企業核心競爭力天津開發區改善創新創業生態 2015年7月22日區域十武自然本部記者 武自然引入細分行業的龍頭企業 打造產業鏈資源整合新平台實施呼化器提升計劃 全面對接國內優質資源隨著亞內雲 阿傑商會與天津泰達科技集團的簽約 天津開發區創新創業生態正巧然發生轉變 由傳統的公共服務營逐步向創業引領 打造平台的專業化轉變 對於創新創業企業來說 傳統的輔助方式是打造便值的公共服務方式 包括商務、財稅、法律、公正等多種服務手段 主要則從硬件、缺少創業引導等軟件服務 而天津開發區通過引入怕女雲和阿傑商會項目 從創業引領、整合專業資源方面 幫助初創企業迅速提高核心競爭力、減少成長風險 簽約引入怕女雲服務後 天津開發區的初創企業買入互聯網創業平台 阿女雲是阿里巴巴集團開創的針對創業企業 枯化氣推出的互聯網創業平台 天津開發區的初創企業 將直接受益於阿里巴巴集團內部的金融支付 以動創業在手等優質資源 阿里巴巴還將向入主題搭創客家平台的企業 提供大數據、雲計算的基礎資源 阿里巴巴集團合作伙伴事業部解決方案總監 馬鐵報介紹說 通過大數據和互聯網服務 我們將讓企業更清楚地了解到客戶需求 看到未來行業趨勢 幫助企業尋找潛在的客戶資源 而阿里巴巴的支付寶、城市生活、 移動創業助手都可以幫助他們快速解決問題 引入阿傑商會的未來科技商業領袖和搖嵐計劃 更讓初創企業找到了發展捷徑 少走了彎路、降低了風險 阿傑商會的未來科技商業領袖和搖嵐計劃 擁有互聯網家領域多位專家導師 已成功枯發出13家上市企業 這次落湖天津開發區將把更多北京的創業資源引入天津 阿傑商會秘書長國基媒高數記者 我們希望在一派創業者中選出有潛力的進行重點呼發 把北京和天津一線的創業者對接在一起形成良性的圈子 天津開發區在實現硬件和軟件商提升的同時 開始引入細分行業的龍頭企業 打造產業鏈資源整合新平台 2014年9月天津首家創業咖啡在天津開發區建成投入使用 目前天津開發區已建成 新落湖和正在合談的破方塔 創新營枯發起達到16家 天津開發區每年還專項設立2億元的科技營中小企業扶持資金 實施枯發起提升計劃 全面對接國內優質資源 打造先進製造業 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新引擎 泰達科技發展集團總工程師馬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天津開發區在智能設備方面比較有優勢 下一步我們開始打造智能硬件生產和研發基地 目前,我們已成立了智能研發輔助平台 同時將成立智能無人裝備產業員 把相關的上下有企業、行業內領軍人物聚集到平台上來